好了,来认识一下下一对嘉宾朋友吧,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结婚五年了,自从跟了他,我没想过一天服 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可是他太窝囊了,我真的好失望 他现在对这个家不闻不问,每天早出晚归 日子过得一塌幅度,我对他很失望 我也想每天和孩子在一起 可是如果我不出去工作,那孩子吃什么,穿什么 我靠得住他吗?他一点本事都没有,根本不像个男人 我觉得他现在心态已经改变了,是他要求太高了 跟我过不了全日子,本来生活挺幸福的 现在过成了这样 让我们用掌声清除这对夫妻吧,掌声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29岁来自湖南各体 女嘉宾谭女士27岁,同样来自湖南各体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了? 三千五,四年多了 到底几年吗? 五年了 确定啊? 确定,我们是一一年结的婚 好,他们俩这个结婚还挺有意思的 据说是因为男生帮女生讨工资所以才在一起的,是吗? 是的 怎么会讨工资讨到了一起了呢? 就是他公司吧,我们在一起,在一个公司嘛 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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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老板签他的工资不给,也有六千块钱 我觉得他个子不很高,感觉让老板欺负吧,我们看不过去 我跟老板说,他出来也不容易是吧 家庭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说你给他 老板说,这不管你的事,你来插一台干嘛 没必要 我就说行吧,我说,刚才我们走法律程序吧,告劳动局,告他 就这样,经过这件事,妈妈的,就相处得多一点吧 可能就这样,但我有好感的一点吧 谈了多久他就嫁给你了呢? 我们谈了三年,很认识到结婚,三年 我们是08年,认识的,他也是我的初恋 那会儿应该觉得他特别有英雄气度吧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 那么伤心的话也说得出,不像个男人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们不是以前开了一个小引楼吗 然后他就是负责拍拍宝宝照 但是我在那中间的话,我要怀宝宝 我根本没时间打理 他经营了两年,实在开不下去了 还亏了三万多 但是我就觉得,这也不是办法 我就找我朋友借了钱 然后又开了一个广告公司 平面的广告公司 我就全程地打理所有的外面的一切 他就怪我在外面怎么怎么样 然后还怪我不顾家 我就感觉他天天在家里 太不是男人了,知道吧 所有的家都是我去承担 我就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就是你怎么说,你不顾家 我有一次嘛,我们小孩生病 感冒了,花高手 将近40度了嘛,当时我心情很急 只想第一时间到医院去 是吧,我万一带钱包了 我就打电话给他 他说,这么出钱大量 但是我现在没时间啊 我有事接待客人啊 我说那行嘛 我就很生气把电话挂了 他很不顾家 但是我过去了呀 过去了,但是也很晚 就是很晚过去 他就是很不顾家 好,现在你们等于在经营广告公司 是吧,谁在经营啊 基本上我打理的比较多 那他干嘛呢 他基本就是里面内部的事情归他管理 那不是他也在管吗 但是你应该知道现在的生意很难做啊 不可能你说天天客人等着给你送钱来吧 应该都要到外面去交涉嘛 他又不会交涉 所以这个事情应该都是我来处理 他反倒现在说成这样 反倒就是我不顾家了 他说你不顾家是吗 还说我跟别的男人怎么怎么样 就是有一次嘛 我一个生意上的伙伴朋友 他就怪我坐了那个男的车 觉得我跟他有什么 但是我从楼上面亲眼看见你们下车之后 还聊了两三分钟 说得有说有笑的 但是将近三点了 所以我很自愿 他们在楼上只是说说小小 没有尾别吧 那没有 那不就是 所以我觉得很烦意 跟这个男的关系不正常了 说话就不正常了 好吧 反正 那你现在就等于你觉得 就因为他这样怀疑你 所以你觉得他不够严格是吧 还有很多事情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就是他爸妈妈给我们的一个老皇子 夏日天还起个梅就几十瓶 你像孩子大了吗 四岁多了 还过了两年就要上小学了 我就觉得是不是给予孩子好一点的生活环境 就是学区房 但是那我很气愤的就是他没告诉我 就跟我爸爸妈妈去说 我们要买个学区房 就是要爸爸要钱 把这个老房子卖掉 我没有问他要钱 我觉得你年纪 但是我爸爸妈妈跟我说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年纪这么大了 没必要向父母要钱 我根本就没问他要钱 我就说 但是你爷看家的金字条 我们可以两个人带个款 然后把这个老房子卖掉 然后就一起努力 一起去还黄贷 就买个好点的房子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我们的儿子 但是你要想过我们的儿子吗 我跟我孩子抱个心志吧 我抱了个舞蹈吧 觉得现在小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他结果就好 他说你还发了愿望钱 觉得我花的钱就是不干 我觉得我们小孩不是很大 抱了个兴趣班跳舞嘛 我感觉到他没那个天分 就是很硬的 那个感觉跳舞没那个天分就是 天分不是后天可以了吗 但是把个兴趣班 一学期要五千块钱 我觉得没必要 还有一次就是银行啊 在他身上手机板定我的 我收到信息 毛毛毛账号 今天消费了将近三千块钱 我就打 我三千多块钱 我不是消费给孩子吗 但是你没必要买 你那么贵的 但是我们的经济条件 只有那么好 我跟我朋友出去逛街 他说这个东西挺好的 我跟孩子买怎么了 你不跟他什么 跟他别人参与吗 买了什么东西啊 就买的衣服鞋子啊 我觉得这挺贵的 买了多少衣服 多少鞋子三千多 就是买了一个牌子的 然后就是衣服鞋子 多买了几套 小孩子穿好一点 自己也有面子一点嘛 反正我感觉 他喜欢攀比 跟别人什么都一起 攀比 你还好意思说攀比 就是国境的时间 我跟同学去聚会 你看别人 别人都是开什么车 我坐个公交车 啪啪地开过去 丑死人了 所以什么 不一样的四个人 只一样的开啊 你还好说 一样的 你的是什么车 我都不好意思叫你开过去 难道他的车能飞吗 一样的车在地下跑啊 你开什么车 他开个什么车 就是一个两箱的小车 我觉得别人都是开了 三十万的车 你开个 开个这么样的车 不是挺好的吧 咋的 我觉得没必要 跟别人比富一样 自己的日子过得好 就可以了 还有别的吗 他不体谅我 真的不体谅我 我在外面拼死拼活 他结果倒好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这么没本事 我觉得 家务谁打理啊 我打得多一点吧 孩子谁接谁送 差不多 就是我送 因为我有时候去上班 顺带他就去接 他接还我 他接的 你们俩不是一个公司 怎么你上班 他不上班 因为他有时候起得晚呀 他去得晚呀 结果每次就是我去送啊 他就来到公司 来得晚一点 所以你现在觉得 我老公特别不能干 笨笨的是不是 对 比不上你那些 朋友的老公是吧 对 没面子 就感觉我过得 比他差人一点一样的 过得比别人 我问你 他对你好吗 还可以 还可以是个什么意思 生病的时候 挺关心的 关心你 然后我工作累 有时候他也会做做换 我那些事情都 不怎么要我做 家务事也很少让你做 对 他挺体贴你的是不是 对 对孩子好吗 就抠 对孩子好吗 就是抠 很抠 抠就说明人家会过呀 你挣得不多 当然抠着点了 但也太那个了 为什么我觉得 上舞蹈班他不行啊 他就是抠啊 孩子自己喜欢跳舞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让他上 那个当妈够糊涂的了 所以我就不喜欢他 因为他没这个天分 别浪费钱 知道吧 本来我们 他想买个好点房子 我想这个方面省一点 能省就省一点 是吧 你们说实话 你觉得现在幸福吗 幸福 你觉得现在幸福吗 不幸福 你为什么觉得幸福呢 我觉得我老婆很能干吧 老婆很能干 儿子还很可爱 你觉得很不幸福 不幸福 最不幸福的是什么 儿子肯定特可爱 是吧 那你 不幸福 没钱吧 没钱啊 买不起房啊 还有呢 这最简单的 你说一个女人 最基本的生活 生活品质我给有啊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所以你们看怎么办吧 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分节 挺幸福的啊 看着 我问起一个问题啊 开心 这个如果说换了一个学区房 特别理想的学区房 但是这个男人呢 因为要赚钱啊 他可能一个星期多 回不了家一次 换了一辆你喜欢的车 你说你朋友开几十万的车 那可能呢 回来的那一天 他也要所谓的应酬到半夜 你愿意吗 愿意换吗 这样的生活 这样也不好 也不好对吧 对 但他给你钱了呀 但是这种也太那个了嘛 感情也会淡掉啊 你自己把答案都说了 所以钱等于婚姻的幸福吗 你现在不就说了吗 老公说我觉得挺幸福呀 你说不幸福没钱 钱等同于幸福吗 不等同对不对 你希望生活过得更好 拼搭向上 我认可 但是你用所谓的大房子 好车 这种物质的攀比 来告诉儿子说 我不要让你输在起跑线上 但是如果儿子的成长是在这种不健康的攀比过程中长大的 他才是输在着起跑线上 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家庭的幸福 是父母的恩爱 是你们的共同的爱陪伴他成长 所以钱买不来幸福的 对不对 先生 这眼眶都红红的 我理解你爱这个家爱这个女人 但是他刚才说了一句话 他说早上上班他早早就去了 你还在睡着呢 你不够努力 有时候很累吧 很累 女人打拼也很累啊 女人先天的生理条件比男人就要差 对 他不累吗 他也累 但你累就可以不起床 让他早点去上班 你多睡一会儿 你不够勤奋 不够努力 你的妻子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勤奋 努力向上的男人 也许这方面我们做得好吧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两位可以调整的空间都很大 谁擅长什么 能够给家庭做的贡献多的是哪块 我们把优点放大 也许你做饭没有他好吃 他做好了 他做业务不如你强 你就多跑点业务好了 何必那么计较 谁付出的更多呢 好好调整吧 不是大问题 祝你们幸福 谢谢王老师 请坐 我断定你们是来修幸福的 如果不是 那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一个踏实的男人 专一的男人 顾家的男人 在自己的另一半遇到最大的问题 是挺身而出的男人 是不是好男人 拥有这样的男人 是不是一种幸福 而这几个词都是形容你的男人 那男人有一个特点 相对来说内向 不是做销售啊 去外头呼风换雨 朋友很多的那种人 他不是 他反而是像家的一个男人 说的踏实 而在你看来呢 他是抠 那好我问你 如果太像你一样大手大脚 跟自己的朋友攀比 那这个家怎么办啊 他不省 你也不省 家怎么办 所以他只能省 这是踏实 第二 他很顾家 当你在外拼搏的时候 是谁在想办法分担你的责任 是他啊 因为孩子生病 有了父亲在 你还能踏实在外面去拼搏的话 谁给你这份踏实 谁在雇这个家 是他啊 这个公司里面 你主外 他主内 分工很合理 我请问 你每个月 给他开多少工资 你是老板啊 给他开多少工资 没开过 那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拿工资 给你干活 你是老板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们的事 对不对 对 他有用没用啊 就这么样一个男人 不善交际的 但是当你遇到 你的老板不给你钱 就是谁替你要回了工资 谁在作为你的依靠 在帮你出头 是谁 是他啊 为什么呀 因为他爱你啊 反过来说你 攀比啊 开始比车 比花费 我不知道你一个月 你家庭收了多少 一下刷三千块钱 只是给孩子买些衣服 你觉得 这件事谁做得对呢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 主内的男人 帮你去管这钱 你这些钱早就造了 我还真建议你 把财务大权交给他 兴许你那个房子的梦想 就能实现 你能正 他也能正 目的是一样的嘛 都是要为一个美好的未来 去奋斗嘛 只不过大家重心 战斗的战场是不一样的 赶紧回去甜甜蜜蜜的 好好过日子 好吗 一起规划 小日子特别美 就这样 谢谢 谢谢曲总 周老师 也不光是他一个人 其实有挺多人 身在福中 不知福的 你那三千多块钱 给孩子买衣服 怎么不给他买一件 淘宝上有买费 他就在淘宝上买 孩子就买那么贵的 是吧 如果你只是普通女人的虚荣 其实没什么 但是无论是开的车 同学会 孩子买衣服 你都提到了面子两个字 所以你买衣服 真的是为了孩子好吗 你是为了看上去有面子 你买车真的是喜欢车吗 其实只是为了有面子 其实有的时候 你还真能理解它 为什么啊 你说女人应该爱男人的什么 容貌 才华 富友 人品 傻子都知道 应该爱人品 人品是根本的 但如果在一个女人面前 戳着四个男人 一个颜值高 一个很有钱 然后还有一个是很有才华 一个只是老老实实 人品好 你会选哪个呢 你肯定会选前面三个 因为相比之下 人品是最看不出来的 不出事的时候 人品是最不值钱的 只有出了事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 哇 人品好好啊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大概可以理解女人的 这种想法 但是反过来 如果一个男人 有颜值 很有才华 口若悬河 也非常富有 但如果他没有一个 爱你的责任心 你说他的颜值 他的才华 他的富有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那不过是别人的老公而已吗 所以我认为 女人选男人 应该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忠于人品 因为如果没有人品 以上所有的条件 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也赞成女主外 男主内 没什么 谁擅长什么 这就做什么 但谁也别瞧不起谁 好不好 下次能不能不要 在什么小片里面说 你都不像个男人 也不要老是在舞台上说 啊 我这个面子 人家开得多两 这些东西 很伤男人的自尊心 行吗 你看看你们俩 多有福气象 真应该好好彼此珍惜 就这样 这是很多家庭的写照 老公忙的时候 女人一定会说 这个男人不行 他不赔我不关心家 他不像个男人 男人关心家 挣不少钱的时候 女人也会说 他好窝囊 也不像个男人 这话私底下 偶尔说说还行 老说呀 真的不好 所以彼此尊重一下 好吗 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作为一个女人 在外面 我也觉得很累 但是有时候就是 你反倒还认为 我不顾家 我就觉得很委屈 我希望你能 多理解我一下 不要说我不顾家 我希望你相信我 反正在以后的日子 我们两个人 父亲包容 父亲相信对方 为自己的工作 为了孩子 一起参照 明天美好的未来 以前我有什么错 做得不好 那你无非 中午 不是个男人 也许有的方面 肯定没做得好 那你很生气 做就对不起他 天美亮 谢谢达薇 请回吧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网乐视网 PPTV 聚力爱奇艺 收看我们节目的 完整视频 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什么呢 来 请开门 游河 游河 来吧来吧 来来来 来吧 来来来 完了 走了 哭了 对着镜头说再见呗 来吧来吧 你也挺坏的 你赶快要飞奔过去 心他一口呗 快点 这谁教你的呀 编导 那就是编导挺坏的 不过你刚才连上来 其实看到了 妻子真爱你的那一面 现场落泪 说明他很在乎你 对不对 在不在乎人家吧 过去吧 这男人有没有用啊 这男人情有用的 别动你别动 让他过来 我本男士差不多就行了 快去吧 对了 一人走一半嘛 对了 来来来 亲一个亲一个 谢谢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别着急别着急 急什么 还有广告呢 本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诗 伊贝诗谈润 保湿水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这对幸福的夫妻 来 各位请见证 帮一下就行了 请一下 请一下 你有没有担当 请一下 我里算叫个男人 哦呀 小子你还是得努力啊 肯定给你了 来吧 祝你们幸福啊 谢谢 行了 牵着手走 这样的日子才真是贴地气的日子 那老百姓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 在小打小闹 小小的抱怨之中 情感变得更加的坚固 彼此变得更加的默契 所以有问题啊 多沟通 好了 一起进入到伊贝诗爱情保鲜记 图老师 来自万事大爱情保卫站专区的网友提问 他说 我的男朋友是个有家庭的人 但他在跟我相识之前 就与妻子感情破裂 只是因为孩子的问题没有离婚 现在他的妻子总找我麻烦 我母亲也非常反对我们在一起 这段感情我该不该继续呢 要保湿 伊贝诗 伊贝诗台湾保湿水提醒您 青菜节目稍后继续 舒服 超乎想象的舒服 舒服 超乎想象的舒服 全新护術宝 首款云感年级薄 云斑透气 告别闷热感 现在买护術宝 一起关爱留守女生 我们就这样一直看着他吗 给生活更多欢乐 唤仙上市 雷铃渦轮增压 广汽丰田 美丽不用装 那靠什么 和露露 轮出延前 轮出季节 要露露 不用装 露露系的露 超有滋润 我这个女儿 炸酱饼 那是她爱吃的 这么多年 这小孩 没觉得她长大 撒脚耍赖 她会长 她的笑容高红 什么都比不上这样的味道 高露杰360 知道家人的笑容 有多珍贵 所以她尊为口腔 提供持久的保护 高露杰360 微笑是我们之间最美的语言 花王妙儿书 分析专业跑者数据 打造龙形缓震结构 龙骨科技跑鞋 龙形支撑 适足坚韧 红星而客 让保识伊贝市 伊贝市台润 保识水提醒您 青菜节目 马上回来 一个丈夫可以为了孩子 而保证家庭的完整 这称之为高尚 既然她这么高尚 那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孩子而洁身自豪 不要出轨呢 所以为了孩子 只是名义上的谎言 任何带有虚伪的感情 我都不祝福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我们的节目 是由保识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市冠名播出的 要保识伊贝市 伊贝市谈润保识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市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市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收看